Shake and Evernote是一个非常好的录机 但它不是一个怪卡 它不会把你的素材变成6K 也不会变成爆炸的画质 你拍的是什么东西 那你的录机就帮你录什么东西 它从来不会帮你增加锐度 或者是增加其他东西 所以那些倚靠想觉得自己拍的不好的同学 不要妄想接个录机 你就能变成大神 录机是一个非常好的监视器 它可以给你监视的过程中提供无可比拟的一些功能 可以让你最快速的进行曝光和最准确的进行对焦 这是这台录机绝对的优势 包括一些素材的双倍分 你可以拥有原素材 包括录机里面素材的双倍分 这对于一些影视工作或者是广告制作里面 是有非常大的一些优势的 如果没有兴趣的小伙伴 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点关掉了 如果你想去看一下这个录机 到底有多牛逼 那你可以磕着袜子往下看 然后就是本身录机非常的重 一颗电池原装的基本上也是在500块钱左右 这个时候你们会说750我们可以买副厂的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 所以不要让小伙伴们再遭殃 因为标准的750是扣不上阿托木这块板子的 阿托木对自己的750的电池进行了额外保护 它多设计了一个卡槽 我自己比过一般的750便宜的是上不了阿托木的 它只能上自家电池 然后就是回归屏幕本身 这个录机的屏幕非常好 它可以甚至你不用放大对焦就能看清楚对焦画面在哪里 包括这台录机的一个颜色色彩 展现是非常棒的 如果套用到你现场制作的一个LUT的话 那客户看到的基本就是你的成片款了 它在现场也不会特别的刁难你 这就是这款录机最大的优势 因为很多情况下拍片的人都知道 客户最多问的就是为什么你的画面是灰的 这个很多没有办法 你不可能要求客户去变得专业 你只能给客户提供便利 接下来我会非常的详细的去说这款录机的一些小功能 一些其他的功能 接下来我会非常的详细的去说这款录机的一些功能 做这期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群里的很多朋友还对录机非常的不了解 以至于他们觉得录机是一个可以把 普通的微单输出HDMI信号 然后可以直接录到录机变成一个420比特的一个功能 其实是不尽然 首先解释两个误 首先我先讲一下我的使用环境 我已经用了两年多 但不是这款信号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场景 这是我家的窗台 左上角现在是显示的是录入信号 HD的SDI 它是可以进行点击的 我们可以去选择输入的设备 可以选择SDI或者选择HDMI 在这一块 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些色彩矫正 但是目前的色彩矫正只支持佳能 就是它会有一个5D3的内部色彩矫正 但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通过达分器去调色 所以这个按键是没有用的 好 这边我们先断一下 好 触发类型 这边有索尼 佳能 阿莱 还有一些GVC其他的机器 或者选择5 还有时间码 还有松下 好 热的也有 好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 这个的触发类型相当于 当你按下机器的录制键的一瞬间 录机是会自动开始工作的 这个功能非常常用 因为包括一些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录机做现场剪辑 然后大的素材会直接到后期这边 或者是直接用录机去做素材的备份 所以这个按键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如果你是进行单独录机录制的话 那你的素材和你的录机里的素材的时间码是对不上的 很多后期也会疯掉 如果要重新再做一遍套底的话 还有预录 预录的意思是你可以提前对你的画面进行录制 开了的时候这边就会一直跳一个绿录的按钮 比如说你在这一秒按下去的 那其实它已经预录了几秒的画面 所以说这对有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画面里面的可用素材 这个功能是会非常好的 我先把它关掉 好 然后就是SDI多链接和单链接 好 然后这边就是修根它自己的一个延时摄影功能 我们可以设置延时摄影的时间和拍摄帧数和间隔多少秒拍一个帧 这就是可以直接让录机去生成一个可用的延时摄影画面 有的时候我们用相机拍摄之后还要再导入到后期 如果你是进行定机位 而不是进行大范围延时摄影的话 那这个功能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因为录机在工作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进行一些按频处理的 好 我们看下一个 然后就是它的文件菜单系统 对于频繁的拍摄一些脚本类的视频的话 这边给你提供了场镜这样的一个选择 这样子它是会直接写入到你的素材里面的 对于后期删写素材 或者是前期你去决定一些哪些素材是可用的时候 这些命令是非常非常的有用 好 看一下 硬盘这边提供的是一个基础的信息面板 和格式化重命名和导入XML 好 这里介绍一下 说给你Final的一个电池 我先用的是一个官方的电池 非常贵 每块电池都在500左右 我一共买了4块电池 就花了2000多块钱 所以如果是有长期外拍一些需求的话 其实这2000块钱你只能换下去 所以并不是它单机那么容易 如果你要入XML的话 电池也是你的一大开销 当然它是可以支持交流电脑 但是你不可能在户外的时候随时拉根线吧 好 然后就是音轨 我个人不太建议你们用它自带的这个音轨器 我甚至自己已经尝试过用双口卡农口去接它的一个音轨 特别是直播退路的时候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这个录机它的录音频的功能远没有H6来的方便 并且它不是特别的好用 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格式 达芬奇正常导出之后是没有音频的 还是要进行一些操作 才能把它录机录制的一些单独的音频给拉出来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用录机去录音频的话 我不是特别建议啊 但是它不是不可以录 然后就是一个监听 先给影分到最好的一些功能了 主要就是这四个菜单界面 第一个界面是可以直接调出我们的试播器 试播器可以显示成三种不一样的一个样子 很多小伙伴如果你不会用试播器的话 那其实就没有什么用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于这个画面来说 如果我的画面过报了 我可以从试播器上一眼就能看出来 画面爆掉 画面暗的话 我们也能一次性全部看到画面暗的地方 试播器可以帮助我们最快最准确的曝光 而且它可以让你直接分别出 画面的每一个元素的曝光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比如说这个产品现在就在这一根 然后这里有黑色窗 我就知道在这一根 然后就是外面的一些天 那它就是在这一圈 所以波形图非常有用 对于我们平时拍片的时候 我一般会把它直接全开在左下角 包括一些镜头切换 那如果是两家长的镜头的话 可能进光量会有一点点的区别 我会用这些波形图去尽量的去 恒定它的一个曝光量 让我自己后期的时候舒服一点 好 然后就是其他的一些波形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都是带有 最常用的其实还是这个试播器 好 我们先关掉 我们看第二个 好 第二个是 峰值 那很多小伙伴说 MGH5的峰值也是一样 那为什么我还要用路机的峰值 我给你看一下 这台机器最变态的一个功能 在这个模式下 我们只能看到焦 这就是这台路机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 同时Red也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Red比它做的还要好一点 画面中只有对焦的地方才会显示峰值 我们还可以控制峰值的颜色 这个功能就非常厉害了 有的时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特别是跟胶原 他们看到很多画面的时候头很晕 但是如果这个功能一旦开启的话 他们只能看到焦点 会工作得非常舒服 这是一个非常逆天的功能 对于我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功能也是最常用的 好 然后就是斑马纹 这个大家都知道斑马纹 好 还有就是 好 然后下一个 这个在我棚内打光的时候 非常多的用到 这个其实也不叫热成像 它只是一个给你看画面中 曝光构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产品和门框 是处于一个曝光内 这个有什么好处 就比如说你可以最快的去分别出 你画面的一些暗部 中间调和高光在哪里 如果你拍摄的主体 你要把它保留在一个中间调的话 那中间调的其他东西 在你后期调色的时候都会被带到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尽量的让你的中间调 只有产品或者是你的中间调 尽量的保持干净 以免造成你在调动你的主体的时候 你画面的其他东西也会有变动 好 然后就是一个黑白显示 这个命令用的不差多 这里有一个辅助的十字光标 它可以直接让你找到画面的中心 然后就是一些常用的电影折服 在你拍摄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时候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用 还有安全框 安全框就是在你不变16比9的时候 可以开启的一些数字安全框 还有一个支持变形镜头 如果你现在接的是一款变形镜头 它可以进行2X和1.5的一个1.33都可以变 特别是松下如果去接一些变形镜头的话 然后开4比3模式 你是可以直接用这个模式把画面给拉回来去健康 然后就是你们说录机能不能放大对焦 这个也是可以去借鉴那个BMD的一些功能 然后就是一些标记 比如说这个画面 我比较喜欢 我可以直接点击喜爱 这些其实比较少用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现场的脚本上会直接写 这个素材好 我该不该用 我不是特别喜欢通过软件去标记的一个人 这个是这个录机的最核心的一个地方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看 REC709就是你现在录制的一个原生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现在录制是一个S-Log2的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会非常灰 所以本身这个画面基本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我先打开录制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HDR的功能 它可以直接套用索尼S-Log2的一个色彩空间 它可以直接把你的色彩拉回到一个可以监看的一个位置 并且 它会给你下面提供了一个拉条 动态范围的拉条 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想监看你的画面里面 有没有有地方已经死黑 你可以把它拉到最 你可以把它拉到最左 然后去监看最黑的地方 现在是有没有到死灰的一个状态 如果看这个地方好像是有点过曝 我们把它拉到最高的地方 去看一下这个地方 的确是没有曝掉 就这样进行 好 去这样进行监看 这个就是这个录机的HDR的一个功能 好 我们再看接下来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我个人不是特别常用 它相当于就是套了一个官方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标准的色彩空间 然后让你直接进行 然后让你直接进行监看 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索尼的颜色在指出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友好 所以正常情况下我还是会用我的自定Elet 好这里就是要引出这台录机最核心的地方 这是一个功能面板 第二层是个功能面板 一共有八个自定Elet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导入自己平时制作的Lets 然后到这个监视机中 比如说我们现在拍的是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如果你是频繁的去拍摄的话 比如我们拍了一次两次 那在第三次的时候我导入自己Lets之后 我可以直接在现场看到我已经调完色的后期 包括有的时候你的客户如果在你的旁边的话 是不会再去讲你的画面为什么会那么回 你为什么的画面不好看 然后对你现场会产生不信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一看一看一下 这是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做的一些Lets 这些都是比较重的 这个比较偏焦片是另外一些地方做的 这个也是比较偏的 这些都是不太适合的 因为这些都是之前做的 我找来找去好像只有这个还比较好 因为我没有对窗台这个景单独做过一个Lets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其实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来解释一下下面这个红颜色的按钮是干什么的 如果说我们其实现在拍的时候还是麒麟酒灰的 录出来画面其实没有变 只是我们监看的时候是彩色的 那如果说你想直接录出有颜色的可不可以 我告诉你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录制按钮 然后再点击录制 这个时候你录制出来的所有颜色 就是你现在看到录制上的颜色 这个是对于如果你频繁的进行某一类场景拍摄的话 这个功能是非常非常暴力的 因为它可以直接让你省掉进达芬奇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 那这个我先不多说 然后就是下一个功能 它叫做Lock输出 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的 比如说你现在进行了一个输入 然后它你拍的是彩色的一个画面 如果你开启了这个输出的话 那你输出到任何一台大肩或者是显示设备的话 那台设备也是可以带有你这个颜色的 在现场拍摄的时候 你的大肩就不再灰了 有的大家可能支持709的一个S-Lock3 但是它远远不会支持你的LUT 这个是在你现场如果有客户的话 最能护住客户的一个功能 好我们先关一下 然后就是一个对比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一些LUT之前和之后的一个对比 从而去决定我现在拍摄的这个影调 是不是需要再亮点 或者是是不是需要再暗一点才能符合 我接下来目标后期的一个颜色这样子 好现在看下来 Shogun有没有用 我可以说这样一套完整的一个解释 这些具体参数怎么用之后 其实大部分人会觉得 这就是一台开了霸体的监视器 它并不是可以把你的画面变得锐度更高 或者是更清楚这样的一个路基 路基本身就不是一个 可以把你的4K画面变成6K的一个这样的东西 你相机里拍的是什么画面 你接到路基里面 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区别 那有区别的只是色深 这点我希望大家一定一定要清楚 所以不要盲目的买路基 你要很清楚路基是用来干嘛的 你可以用路基来干嘛 路基的好处有很多 但是坏处也很多 第一个坏处就是贵 第二个坏处重 因为如果你是用微单的情况下 你接路基的确是可以改善 M3这类机型的一些色彩的问题 屏幕色彩的问题 但是确实很重 包括不协调 稳定器上了也很烦 就很多情况下 你可以拍摄到更快的画面的时候 因为你接了个显示器 你磕磕碰碰 都会碰上一些不可避免 非常头大的一些问题 很多小伙伴会觉得8bit 10bit 10bit比8bit多那么多的色彩像素 那一定会觉得 很多小伙伴会觉得10bit没有色彩断层 8bit会有色断 那其实我要告诉你们是 有的时候我在棚里面打一些红蓝的西花光 它一样会在墙上产生很大的色彩断裂 一样会兜不住光 所以10bit不是一个让你们概念上的绝对值 因为这两年松下的GH5带来了10bit视频 给大众知道了10bit和8bit的区别 所以我个人先告诉大家 10bit没有那么好 但是它比8bit的确好很多 但是8bit不能用吗 也不是 我们用5d3拍了那么多年 没有出过好作品嘛 所以8bit和10bit 大家不要特别纠结 不要把它当作自己的一个参数 因为实际推到素材里面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就算是10bit 你们还会觉得 为什么我的10bit素材 看起来没有8bit感觉好 或者是又是 为什么我拍了10bit 但是没有明显感觉到 好呢 因为大部分人明显感觉到好 是分辨率上升 宽容度变大 画面锐 颜色好看 那我其实告诉你们的是 它对你的画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提升 它只是增加了画面色深 所有的提升都是在你调色之后的 所以不要指望录10bit能对你的画面进行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提升 不是特别建议所有人去买这一台将近已经超过一万 所以我不是很建议所有人去买这台超过一万的一个万元录机 包括它后面会出来的一个尼加V款 五六千的录机 那如果你真的是想好好地进入影视行业这个工作的话 那你真的要好好学习调色 然后买一台属于自己人生当中第一台录机 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吐槽索尼的直出颜色不够好 佳能比较讨好 现在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了这一台录机 你的直出可以胜过任何一台市面上的画面的直出 有的时候我拍了一个画面用自己调的LED 人家现场看到这个画面以后 直接就觉得你拍得很好 所以还是那句话 在购买设备的时候 大家其实还是要提高自己的一个后期的能力 因为真的提高后期的能力的话 你真的省的钱就不是一个录机的钱 你所可以达到的画面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用微单去接上随便拍 就能得到一个画面 千万不要去盲目地追求 我觉得我这个画面没拍好 是因为没有录机的关系 不要有这样心理 因为没有拍好就是没有拍好 我们也会拍蓝片 很多情况下拍得不好 要知道原因在哪里 是画面不够好 光不够好 配色不够好 模特皮肤不够好 还是指你的画面构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你在选择你的场景的时候 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录机适合谁 我想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 如果你有台FS5 那如果你想榨干这台FS5的功能 那我推荐你买 因为你既然已经买了FS5了 其实重量已经不考虑了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入门的小伙伴 我给大家直接看一下FS5的一些外录功能 好 我现在直接开启 FS5的RAW输出 它会稍微慢一点 OK 我们先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变成了SDIRAW FS5可以支持SDIRAW的一个输出 同时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选择 你想拍摄的模式 Progress ROW 还有DNX 或者是最大最大的无损DMG单帧序列 还有经常我们用的基本上还是Progress 然后422这样的一个选项 如果想要让你的画面看起来更好的话 或者是或计调色更大的话 还是选择44 这其实是录机真正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开启你本身相机不可以开启的一些功能 然后我现在开启的是4K120P的一个输出 这也是之前我的视频里面 评测就是用这个功能去拍的 4K120 我可以现在先录一段素材给大家看一下 好机器进行缓冲的时候才会录制 现在这个画面是FS5 4K的100P 因为我现在开的是帕制是100P 我们可以进行素材回放 我们看一下 好 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 在回放过程中我们可以随时拉动进度条 好 这个也是跟微单最大的一个不同 然后我们可以对素材进行标记 标记的点在里我们可以点击喜爱 好 这是一个录机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然后就是FS5的200FPS 无间断录制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 现在的帧率已经到达200 好 然后是一个2K的模式 好 如果我们你看 我调整曝光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画面 套的是我们的目标的一个成片LUTs的时候 那其实 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通过试播器 我们直接通过屏幕就知道 这个画面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这也是录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好 我们现在先录一段 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不间断录制 录机主要就是给那些可以外录设备 增加自己机器性的那些用户去使用的 所有人都知道FS5接下录机之后 会变成爆炸的一款机器 FS7接录机没有意义 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外录设备 并且他必须付费 然后就是松下的GH5 他对录机也是非常友好 可以录制4k 50或者是60p 的一个外录的视频 还有就是松下的EVA 他可以直接到5.7k的RAW 然后直接从SDR输出 这都是对于录机非常好的一些 有好的一些机器啊 但是其他机器呢 如果说你的HDMI口 是不支持无损422输出的话 那你机器就算录到录机里面 你看电脑的时候看到的是422 你录出来的也只不过是8bit 填充至10bit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素材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松下非GH5的用户 或者是索尼M3 6300 这样的用户的话 你们接上录机 对你们的画面没有任何帮助 这是从画质上来说的 但是从拍摄上来说 那就帮助大了去了 那今天的器材产品就到这边 好希望大家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接下来